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姐妹早安 线上的家人朋友早安 很开心今天我们继续在这里和大家来见面 我们可以亲近神 我在说我们真的是很幸福 感谢神的恩典 继续地把平安赐给我们 今天我想和大家来分享 关于什么是圣灵的感动 什么是圣灵的感动 在教会里面 你一定会常常听见有人说 哦 我有一个感动 圣灵感动我这样 是 前两周我们都讲到神 透过圣经来跟我们说话 神也透过有恩赐的这些牧师 教师 或者周围的人来跟我们说话 可能神也透过你来跟他们说话 可是今天我要讲的就是关于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感动神是透过感动来跟你说话 有人说那感动是什么 感动其实简单讲就是说 有时候神会把一个想法就放在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里面 有的时候当然神是给你一句话 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不平安的一个感觉 那我举例来说 因为特别是有些人 他们刚开始信主 不是太久 有的时候他们就比较 也许里面也不是有那么多神的话 那就不知道说 那圣灵感动我 就不会分辨嘛 那你怎么分辨呢 我自己想到说 在我16岁那一年 有一次我在路上 但是在市场 经过市场 然后就看到有些人 他们就穿着一些背心 然后就开始看起来是传福音 那当时我很兴奋 因为我才刚刚重生不久 我们觉得 我都是弟兄姐妹 我们觉得很开心 也跟他们聊聊天 后来越听越怪 然后这些人就把我们带去他们的教会 又讲一堆 可是我的心就跳得很厉害 我就是有一种很不安的感觉 可是我又说不上来 那个是什么感觉 那这些人讲的话很奇怪 说就都批评别的教会 都是工会呀 他们的牧师都是为着独草这些 我想这是什么团体呀 我就毛毛的 可是他们都挂十字架 他们穿那个背心 上面也写血血圣灵这些 我觉得他们都是基督徒嘛 后来我就问传道人 问牧师 后来教会的牧师就跟我们说 那个其实就是异端嘛 所以基本上就让我们不要再去 不要再接触 那我讲这件事情只是说 在我们还年幼的时候 也许我们很多真理 我们不明白 可是神会把一个不平安的感觉 他就放在你的里面 有时候如果你有些时候 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圣灵的感动 可是你面对一件事 一个选择 今天我好想要离职 可是我心里就很不安 很不安 就是不晓得 你很难讲那个感觉 那你最好不要做决定 再停下 再等一等 继续地祷告 仰望神 那有时候你觉得 好想离婚好想离婚好想离婚 可是你心里觉得很不安 那你也不要 你也不要做任何的举动 因为有可能神正在感动你 不要随便在气氛当中就牵制 所以我们要学习来顺服圣灵的感动 那也许有的时候 神要你去跟一个人道歉 你就觉得可是我没有错 我干嘛跟他道歉 可是你心里知道 就是有一个很深的平安 那你就顺服主 就顺服主 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我们顺服圣灵的感动 有的时候圣灵的感动 我在说 有时候神会透过那个话语 直接告诉我们 或透过人直接告诉我们 让我知道你就是会分辨 是神在对我说话 可是有的时候是圣灵 你知道圣灵宝会师 圣经上告诉我们 他内住在我们里面 当耶稣复活生天以后 百姓门徒大家都很害怕 大家想说 主啊你走 那我们怎么办呢 主说你们不要害怕 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而且我把圣灵宝会师赐给你们 那大家想圣灵宝会师是谁 主就教导门徒 告诉百姓 圣灵宝会师 就是跟耶稣一模一样的那一位 所以你们要等候 等候直到 那个圣灵从天而降 降在你们里面 我们就要被圣灵充满 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圣灵的宝会师 他会安慰我们 引导我们 他会为我们祷告 所以呢 我们就会 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 所谓的圣灵的感动 所以神他常常 会透过圣灵 把一个想法 放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 有时候你就是不知道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我记得 那当然很多年前 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21年前 我记得 那可是后来嘛 后来 偶尔 有的时候 你知道结婚的就是这样 夫妻之间有时候 什么都爱问 什么都很好奇 那我就有时候 我就会问牧师 我就问牧师说 我就问他说 你当初为什么会追求我呢 我跟你也不熟啊 那牧师就 他一直总是 没有改变的 他就给我一个答案 说我有一个感动 OK 好 那这就是圣灵的工作 有的时候就说不上来 所以两个人很不熟 有时候有一个感动 在你的里面 觉得说 好像这个人是 神为我预备的一个伴侣 那我们就继续地祷告 一直到我们心里有平安 那我们就顺服主 是不是 那就是这样子 就像那一年 当我自己 我自己遇见神 那是一个小小的聚会 一个团契的聚会 大家唱完诗歌 也不是说很厉害的乐器 就是一把吉他 大家唱完诗歌 然后呢 有一点点安静 一点祷告 我就遇见了神 我那时候就心里 有一个感动 我的感动就是觉得 主好像要我 单单地为他而活 就这么你了解 这个就是一个感动 当然我在说 我们不是追求感动 好像每天 我们只是在追求 这个感动 那个感动 这样你会很混乱 而是我说 当我们更多地 学习亲近神 你的灵更敏锐的时候 有的时候 神就会把一个感动 放在你的里面 那你就要去顺服主啊 那有的时候 我们没有顺服 我们其实 我们这个人 就会受亏损 神为什么把这个感动 放在你的里面 其实有神的想法 有一个属灵的意义 我就想到说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已经出来服事主了 可是那个时候 我还是比较多负责的领域 是在青少年 所以我就常常服事青少年 关心他们 带领聚会 那有时候我也会进到校园里面 去服事 那有一天啊 我就想到 我就想到一个姐妹 她是精神上有点状况 有点忧郁啊 这一类的 那当然她是在我们团庆里面 可是那天我就觉得 主要我去看她 看她 可是我就跟主说 可是主我周末真的很忙 我在预备周末的服事 我没有时间 不方便 我想说 礼拜六来了再说 再关怀就好了 也没差那两天 我先把该做事做完 我就没有特别的想这件事情 可是呢 我的印象 就是 我就记得说 主好像再一次的感动我 要去看 可是我就是觉得 主我真的很忙 你知道我真的很忙 所以我就没有 我就不理会这个感动 对我姐妹 这个就是消灭圣灵的感动 有的时候会出事的 后来礼拜六到了 团庆聚会 我发现这个孩子没有来 我想说 怎么会没有来呢 又过一个礼拜 也没有来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心里虽然想 我们应该关心谁 应该去探访谁 可是有时候一忙什么都忘记 也是会有的 所以后来呢 我就想 就在隔隔一两桌吧 在市场 在旁边市场 那天我就遇到他妈妈 我就问他妈妈说 这个小孩情况怎么样 我说我一两桌没有看到他了 这个妈妈说 他已经在 前一周 他已经自杀了 就是自杀这样子 已经走了 我看这个妈妈也很难过 我心里听了也很难过 我就想说 主啊 我如果早一点顺服 主当你把这个意念 这个感动 放在我的心里 我如果早一点顺服 会不会有人陪陪他 安慰他 或许就让他不要这么负面 不要做这样一个不好的决定 对不对 你知道我想 有的时候我们 都有一些感动 你错过了 可能不会怎么样 就是我的意思说 神会给我们二次机会 三次机会 可以有些时候 好像就会带来一些遗憾 所以我自己觉得说 我们要好好地来学习 来顺服神 那神要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我们如果要更好地来经历神 或者说我们这个人 如果要更好地来明白主的旨意 那么有一件事是你需要知道的 就是我需要更多地 好像被圣灵充满 因为你更多被圣灵充满 一个人更多被圣灵充满 他的灵才会更加的敏锐 如果一个人 他从来没有被圣灵充满 然后他说他有一个感动 他有一个想法 那你根本不要听啊 根本不要听啊 有一次我听见一个 一个年轻人 他说 他的妹妹 就鼓励他 你很适合去读神学院 那我根本 我根本不相信 第一个 你妹妹根本就没有来聚会 她根本不聚会 她哪来的感动啊 东西们得了解 当我们讲感动 不是说我自己的感觉 而是我跟圣灵 我跟神之间有真实的连结 我从神领受 我不是观看外面的环境 然后我来讲一个想法 你知道有的时候 我们说的这种感动 是圣灵他会把这个想法 当他要带领你的时候 他会把这个想法 放在你的里面 可是同样 有的时候 撒旦也是会把一些想法 放在我们里面 我们称之 这个叫做诱惑 撒旦会不断地诱惑我们 远离神 远离神的旨意 就像一开始 那个亚当夏娃嘛 对不对 那撒旦他就是诱惑他 诱惑他们离开神的旨意 你记得在约翰福音14章26节 这里提到说 宝会师就是父因我的名 所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 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这里说的指教你们 圣灵在我们里面指教我们 说的就是圣灵 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 他会赐给我们想法 他会给我们灵感 或者我们说 在圣灵里的直觉 有人说我有一个感动 或者说我们在里面 有一个直觉 我就是觉得是这样 那一个人的属灵直觉 圣灵的直觉 他可以越来越精准 是在于他跟神的关系 这是为什么我们提到说 我们追求神 我们亲近神 是这么重要的 我们不是在对空气 好像我们追求一个 好像莫须有的一个感觉 我们不是追求感觉 感觉是骗人的 耶稣是真的 所以我们就是来追求主 那更多的让神来充满 因为当你更多的被神来充满的时候 神他就会更好地来引导你 来引导你 我举一个例子 最近疫情发生 那当然教会的牧者 我想每个教会都一样 就要开始为教会有预备 有安排 对不对 教会的这些线上的聚会 小组的聚会 应该要怎么样进行 那线上的祷告会要怎么样进行 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 我们就操嘛 别的教会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我想基本上 当然你这样做也没错 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 你如果不知道怎么样做 就跟着羊群的脚中去就好 可是更多时候 我觉得神喜欢自己来引导我们 神喜欢告诉我们 你要怎么样来 如养你的羊群 来帮助弟兄姐妹 那我就记得 那当然神就把这个想法 放在我们的里面 放在牧师的心中 那可是呢 我记得有一个晚上 在睡觉的时候 我都已经躺在那里 可是我的习惯是 就继续地祷告嘛 我们就慢慢就睡着了 这样 但是呢 我就觉得主就把一句话给我 就是在圣灵里祷告 我想在圣灵里祷告 那不是每个人都在圣灵里祷告嘛 那可是我想我还是要顺服主 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就跟牧师说 主说我们的祷告会 那个整个大标题方向 就是要在圣灵里祷告 牧师说圣经出处 后来我们就查圣经出处 就是在犹大书一章那儿 要在至圣的真道上 造就自己 要在圣灵里祷告 好像那一天早晨 我觉得主就特别地 在提醒我们 对 在这一段时间 你们就是要这样子 来照顾神的百姓 不管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 在网路上 好像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 他跟我们连接 是我们网路的家人 我们要这样来照顾他们 要鼓励每一位这段时间 要更多地来聆听神的话 在至圣的真道上 讲的是你要读圣经 你要听神的话 然后你要更多地追求 要在圣灵里祷告 在圣灵里祷告说的是 有时候你要用悟性来祷告 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用方言 方言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 一个祷告的礼物 你知道有时候 如果你用悟性祷告 有人祷告十分钟就没辞了 就不知道怎样 什么辞穷嘛 那就不知道怎么继续 祷告下去 就会放弃就结束 可是如果你在圣灵里祷告 我们在启示当中来祷告 你会发现 十分钟 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 五十分钟 很快时间就过去了 那神就是这样来带领我们 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说的 神总是在感动我们 所以神不偏袋人 有的人他们觉得说 有些人他们很理性 就只相信圣经这样说 那个圣灵的时代 方言的时代 那都过去了 现在你只要信耶稣 圣灵就在你的里面 也是没错 圣灵当然在我们里面 可是圣经有另外的话告诉我们 要告诉我们要 常常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 事实上这句话说的 是一个现在进行事 我们要活在一个满有圣灵的 同在当中 那这个不是说 只是靠着你的理性 你的一些知识 告诉你 我圣灵在我的里面 我们只有透过更多的追求 更多的追求 所以主说你们要等候 只是等到那个圣灵从天 而这样浇灌在你们的身上 那为什么主要这样告诉我们 因为神就是要帮助我们 关于圣灵的感动这件事情 他就不是只是在你里面 有的时候有的人太理性了 他们一直用他们自己的头脑 来跟随神 遇到一个状况 我应该要这样做 我应该要那样做 可是我们被圣灵充满 我们领受圣灵的感动 因为你更多被圣灵充满 我在说你就会有圣灵的感动 在你的里面 你就很容易从神得到那个引导 那个方向 那个鼓励 神为什么要把圣灵赐给你 为什么要把圣灵的感动赐给你 因为主就是不要你一直靠你自己 对不起 你知道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伟大的神迹 我们人的问题 我们的失败 就在于我们太喜欢靠我们自己 我可以的 为什么不行 我就想这样子 只要我喜欢又为什么不可以 有时候我们就喜欢我这样 我这样 我想干嘛就干嘛 可是主就不要我们这样 主就是要得到一个降福的器皿 一个降福的器皿 他身上的特质是 他一定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或者说他至少 也许一开始 我们不是 一开始我们可能不是那么的 好像那么的 那么的完全嘛 可是我们 我们是慢慢的在主里 因为我们继续的追求 勤劳继续的必见夹着 我们不断的追求 不断的追求 生命就是这样成长 一棵小树 它也不是明天就长大 长成一个大树 可是当它继续在那里不灰心 继续在那里 让农夫在那里给它经营 给它浇灌 给它施肥 它就会慢慢成长茁壮 我们也是这样 在主的里面 只只要连结在葡萄树上 所以主要 我要更多的被圣灵来充满 我要好好地读圣经 我要走在那个自圣的真道上 更多明白主的旨意 主的想法 因为圣灵的感动 它不是一个抽象的 所有圣灵的感动 它一定是 它不会超出一个规范 就是圣经 对不起 圣经就是我们检验的一个方式 一个查验的方式 很多人可以有一堆感动 可是你怎么知道这个感动对不对 你就是要用圣经来查验 你说不行 你们不可以查验我 我只要有圣灵的感动 都不可以查验的 当然可以查验的 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尊重先知的讲论 可是它所说的 我们确实是可以查验的 善美的要持守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 只有当你认识主 你更多的在自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然后在圣灵里祷告 更多的追求主 你的生命跟神有这样的连结 你就很容易在生活当中 对不对 你就很容易去经历 我们说的圣灵的感动 哦 神 有一个感动在我里面 当我去顺服的时候 我就看见那个美好的果子 约伯记 在约伯记33章这里 这里说 神说一次两次 世人都不理会 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 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 开通他们的耳朵 将当受的教训 印在他们的心上 你知道 这个在我们前两次我们提过 神喜欢跟我们说话 神用这个方式 那个方式一次两次 世人都不理会 讲了事我们都没听到啦 因为我们在忙我们自己的事 或者我们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混乱 我们没有清心 圣经说清心的人才是有福 他们才可以得见神嘛 所以如果你的心里 不够清心 充满了八卦新闻 乱七八糟 一大堆的电脑股票这些 那你当然 你不容易明白主的旨意 可是神又没有放弃你呢 其实神也没有放弃你啊 因为神当然 神喜欢跟每一个人说话 可以有的时候 神实在没有办法 因为反正你白天 你都坐不住 你心也静不了 所以有时候你听不见 神的声音 神的劝戒 所以像这里说的 在夜间 神就透过异梦 神就透过异象 来向你显现 来向你开启 你知道为什么 有人说为什么 主是在梦中 我们睡梦中 神向我们显现 向我们开启 因为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最放松了 你知道有的人是在洗澡的时候 被圣灵充满 那有的人 以前我知道 有人在睡觉的时候 也是被圣灵充满 就开始说起方言了 所以其实 我们要了解 因为神很爱我们 神很喜欢告诉我们 引导我们 而且神很担心我们走错路 所以有时候神 确实会在 夜间的异象 异梦 祂会引导我们 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 有的时候 我为弟兄姐妹祷告 当然我不一定每次都有立即的答案 可是有的时候 我觉得神就会在梦中 或者在异乡里面 神就会跟我启示 让我知道 我应该怎么样 继续为祂祷告 或者让我明白 这件事情 可能不是那么的妥善 各方面 所以你要相信 神 会跟我们说话 你不要让你的脑袋 那些资讯 取代神的旨意 有的人 他收集好多的资讯 他的想法 他的经验 别人的经验 别人的看法 他从来不问一件事 就是神的想法是什么 对不起妹 如果我们渴望神 好像更多的 更多的来带领我们 我们渴望跟神 有更亲密的连接 这是为什么 今天我们在这里 当然现在不容易在这里 可是至少在家里 现在好多人需要在家里 上班嘛 对不对 或者有时候 你在家的时间 比过往更多了 花一点时间 十分 十五分钟 半小时 都没有关系 不要太快 两分钟 那个像沾酱油一样 你感受不到什么 有的时候你放一点 清音乐 也许这可以帮助你 可以让你的心安静下来 我可以建议 我觉得临休时刻不错 那你可以放一点 临休时刻 然后安静你的心 我们更多来等候神 那个等候神 就是主 好像你在告诉主 主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 我的想法 那我就是愿意让你来带领我 特别我们遇到一些事情 我们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做 那我们就是祷告神 那神就会把一个感动 放在你的里面 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嘛 说的 人们其实对一般人来讲 那个婚姻大事是最大的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 很多人常常结错婚 又离婚 再结婚又错了 错了五六次还在错 那个生活不会幸福的 你怎么样可以一次到位 或者说你怎么样可以寻求神 或许就像一开始我提到 王牧师的见证 对不对 就是我有一个感动 你怎么样可以有个正确的感动 让你的生活幸福婚姻很美满 弟兄姐妹很简单 就是你要追求主 当然你说 我不是说要你 倚靠感动来做决定 而是说 神会用感动来带领我们 而且用环境来印证这个感动 让我们知道这是出于神的 那出于神的我们走在其中 弟兄姐妹 我们就蒙福啊 我们就蒙福 所以我们要祷告神 我们要多多的祷告 求圣灵更多的来充满我们 充满我们 让我们可以更多的 明白主的旨意 我在说 如果说 你可以常常学习 活在这个圣灵的感动当中 或者说我们更多的 被圣灵充满 我们明白主的旨意 那更加别 你的心 你的心就会充满了喜乐 而且你也不会常常很担心说 我会不会来做错决定 那当然有的时候要留意 要留意一个事情 就是特别如果说你是 我们就跟随神嘛 我们就是弟兄姐妹 那我再说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 只有牧者 只有传道人 只有属灵人 他们才会有圣灵的感动 今天我相信 圣灵的感动 是神赐给每一位的 只是呢 只是你所要做的 就是我刚刚提到 有一个感动 可是要有环境的印证 如果环境不印证 那你就要放下 就像刚刚我说 如果王牧师他有一个感动 可是我说 我没感动 那他就需要放下 对不对 那同样你也是 我有一个感动 我要去红海上班 可是你没上啊 那不行 我就有一个感动 我要继续 我继续努力 我就是要去红海上班 可能你就是要放下 我有一个感动 我要跟那个人在一起 那个人没有感动 那你就要放下 他可能已经有未婚夫了 你就要放下 那个感动 而且有的时候 比如说你即使心中 有一个感动 我要买一个房子 我觉得大概是 什么样的状况 那你可以祷告 我会鼓励你这样做 就是你可以请牧者 为你做一个属灵的遮盖 因为在遮盖当中 就可以有平安 我想到昨天 我们来教会的途中 突然那个雨好大 好像倒水一样 倒在我们的车上 好大 我想说 这个真的是 求耶稣保雪遮盖 这么大 好像在洪水当中 开车一样 可是突然之间 突然之间就是 安安静静 那个雨水变得好小 都没有什么雨水 我说 哇 怎么突然之间都没有雨了 可是看外面还有雨 牧师说 你傻 我们是在桥下 我现在在桥下 所以当然是没有 当然就是没有那个雨水嘛 这样 后来我就发现 我里面 当然这个是我早就知道的一个真理 可是我心里就觉得 对 主啊 真的在主的遮盖里面 我们就有平安 外面你看 那个在桥下 在那个桥下 开着 那个没有什么 几乎那个雨水都打不到你 就很OK 就往前走 那个旁边看到 哇 都是暴风 雨好大 其他的 那个车子淋得乱七八糟的 可是我们觉得 我们很平安 东西妹你知道 在一个混乱的日子 这就是你的需要 真的 在至高者的隐秘处 在全能者的印下 我们就可以得着保护 我们最大的需要 不管外面的风暴怎么样 你知道你可以 里面有平安 讲的是 我们真的是在神的保护 在神的遮盖里面 所以求主这样子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主啊 让我更认识你 让我更多的经历你 我在说神不偏待 不偏待人 那神喜欢把这个感动 放在你的里面 可是你心里 每一个人 我在说从我们认识主开始 我们都会有经验 有这样的机会 经验到说 我们里面有个感动 可是你不能够 跟着你的感动走 感动要看 要有一个印证 要查验 每一个感动都需要查验 那个查验 我觉得一方面 有环境的印证 有属灵人 讲到牧者的遮盖 或印证 另外一方面要看圣经 比方有人说 神说我有个感动 神说我可以不要十一奉献 那我就可以告诉你 那这个绝对不是神的感动 这是你自己的意念 是仇敌的诱惑 仇敌告诉你 干嘛要十一奉献呢 现在线上聚会 都也不用去教会了 干嘛要十一奉献呢 或者说平常 即使去教会 也不用十一奉献呢 我们自己都养不活我们自己 十一奉献应该有钱人去奉献才对 我们这种 那应该 那是旧约的啦 我们新约 其实没有 随意 你当然要知道 这个不是什么圣灵的感动 这就是你个人的谬论 你个人的想法 因为金钱最考验我们的信心 对不对 我们可以跟主说 主我现在真的做不太到 可是主你要帮助我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求你帮助我 给我更丰富 好让我也可以能够给得出去 我觉得这样子就会很好 不要找那些理由来遮盖 我有个感动 我有个想法 我有个感动 主说我要离开我的孩子们 跟另外一个人结婚 这叫做淫乱 对不对 有的时候我们不能说 我心里的感动 有一个人以前我听见一个人犯罪 一个婚外情的罪 在犯罪的过程中 他说 可是我还是感觉到有神的同在 你相信吗 我真的觉得这就是胡说八道 所以其实要留意 那个感动 有的人太随便的应用 说我有个感动 因为当你说 我有个感动的时候 别人都闭嘴 可是这个是不对的 好不好 那怎么样可以让你 就是怎么样 圣灵的感动是一个礼物 我觉得是一个礼物 帮助我们走在对的道路当中 可是那个秘诀是第一个 我在说你要在自圣的真道上 你要好好地读圣经 认识神的话 用神的话来检验 来查验 你心中的感动 是不是良善的 是不是对人有祝福 是不是有造就的 那另外我觉得 你如果可以有更敏锐的灵 说的就是你要更多地追求主 更多地被圣灵充满 我在说 我觉得我们的线上祷告会 一定会祝福到你 如果你不太习惯 祷告那么长 没关系 线上祷告 有的时候 真的你只能十分钟 也没有关系 可是你要养成祷告的习惯 因为这个会培养你的灵 更多 而且可以更敏锐 我相信这样会祝福你 你才能够更健康 更好的 走在圣灵的感动当中 而且有圣经的查验 有环境的印证 有牧者的遮盖 我们在其中 我们会经历到 圣灵真的是 神给我们那最美好的礼物 愿神的恩典 神的话语 来祝福每一位 祝福每一位